这个醉汉明明已经晕了过去 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走向低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醉汉身后有个隐形人 他为了能坐上免费的低势 江海处于迷糊状态的醉汉打晕 等抱着醉汉一起上车后 男人打开醉汉的嘴说出目的底 顺便还让醉汉付了车费 就这样 男人成功搭上了顺风车 那这让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隐身技能 男人又是如何得到的呢 原来阿伟只是打个瞌睡 赶巧实验室出了问题 整栋大楼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地面上甚至还出现一个大坑 但大楼缺失的建筑并没有消失 而是像玻璃一样成了透明 不久后阿伟醒了过来 正在拍照的小伙 突然发现凳子冻了起来 正打算喝口水的阿伟又放下了杯子 因为他竟然看不见自己的手 他连忙走到镜子前 呆愣地看着自己消失的身体 这诡异的一幕 同样把楼下的人看傻了 负责此案件的大壮 连忙吩咐自己的手下 将灯光都汇聚到阿伟所在的位置 阿伟仿佛看见了救命稻草 他连忙拍打着看不见的墙壁 无助地向众人发出求救 但众人好似没看到一般 都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心急之下阿伟撞墙晕了过去 可当他听到可能要被解剖研究后 阿伟瞬间又清醒过来 他连忙从单架上跳了下来 此刻阿伟只想远离这些人 为了不让到手的小白鼠溜走 大壮苦口婆心地匡骗阿伟 身后的手下也在慢慢向阿伟靠路 就在阿伟出生的刹那 身后只人一把抱住了他 阿伟连忙奋力挣脱 就在这时 大楼突然闪烁起来 人们不知会发生什么可怕后果 纷纷想要逃离这里 渐渐的大楼消失在眼前 阿伟也在此地封锁前 趁乱逃了出去 他一口气跑了十几公里 惊慌失措的他 甚至都忘了自己还处于隐身中 他走到马路中间 挥手向急驰而来的大货车求助 然而货车司机根本看不到他 眼看货车离自己越来越近 死亡的威胁让他再次清醒 他着急忙慌地躲回公寓 拉上了所有的窗帘 阿伟这才感觉缓和一些 可很快的 大壮带人找了过来 男人第一次做隐形员 准备喝点红酒压压惊 可结果 一颗晶莹剔透的位斩现在他眼前 不等阿伟适应这样的生活 大壮直接带人包围了公寓 一想到可能要被研究解剖 阿伟立马就坐不住了 他着急忙慌地想要逃走 可同样隐形的衣服怎么穿都穿不上 就在阿伟走出房门的刹那 两个武装的士兵出现在他门口 阿伟悄悄地躲在护栏后面 可就在前面的士兵撬门时 后面的士兵压到阿伟的手 阿伟险些掉了下去 紧接着又被踩了一脚 等士兵踢开房门后 一个手在了门口 另一个士兵喷着红漆 到处寻找阿伟的身影 好在阿伟已经提前离开 他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 然而刚走到公寓门口 却发现大壮已经守在了外面 阿伟按响一楼住户的门铃 等老奶奶打开门的刹那 阿伟已经顾不上尊老 他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然后迅速从老奶奶家的后院溜走 阿伟一路逃到了街上 到了这里 大壮已经没有抓住他的可能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 阿伟在城市街头徘徊 他有家不敢回 他害怕大壮随时跳出来 虽然他乐极了 虽然他可以做任何事 但他没有突破底线 直至深夜 阿伟拖着疲惫的身躯 躲进了俱乐部 第二天 阿伟早上发生事故的实验室博士 但博士身边早已被大壮的人盯着 博士被麻醉枪打倒 阿伟犹如受惊的兔子转身就跑 他一边逃跑 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 渐渐的 阿伟只剩下了一条裤子 就在对方朝他扑过去的刹那 阿伟消失在了人群中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 阿伟偷偷潜入大壮的大本营 他来到大壮的办公室 想找出关于自己的资料 看看大壮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 然而资料刚找到 大壮突然回到了办公室 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 阿伟一直蹲在墙角 这一蹲就到了晚上 阿伟只是舒展一下筋骨 没想到响声直接传入大壮耳中 大壮随即打了个哈欠 阿伟没忍住也跟着打哈欠 见自己的存在暴露 阿伟选择跟大壮摊牌 但大壮除了利用还是利用 甚至不跟他们合作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让阿伟活下去 大壮提出的条件阿伟无法接受 他利用自己隐身的优势 轻松将大壮控制起来 随后挟持大壮逃离这里 为了躲避大壮 阿伟住进朋友的度假别墅 他要换个身份 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做个隐形大亨 等自己有了足够的实力 他要让大壮他们付出代价 然而这天 小帅却带着几个朋友回到别墅 其中这个漂亮的女孩 正是阿伟刚交的女朋友 他们正在谈论失踪的阿伟 殊不知阿伟就在他们身后 当着女友的面 隐形人拆下缠在脸上的布条 女友以为见鬼了 当场就吓晕过去 等美丽得知阿伟的遭遇后 不但没有嫌弃他现在的样子 甚至关系还更进一步 这天小帅无意中听到阿伟的声音 加上别墅最近有人住过的痕迹 小帅猜到阿伟应该躲在这里 于是小帅在离开前 将别墅留给了他们两人 美丽给阿伟化上淡淡的浓妆 两人光明正大出现在公共场所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 小帅无意中暴露阿伟的行踪 一直想抓阿伟做研究的大壮 立马派人将别墅包围起来 好在两人没有回到别墅 而是住在靠近海边的房子 阿伟不得不再次逃走 这次他要带着美丽逃到瑞士 可大壮却通过美丽的身份 调查到两人乘坐的火车 随后派出直升机 半路将美丽抓了起来 虽然美丽及时提醒阿伟 但阿伟还是被麻醉枪打中大腿 在完全失去意识前 阿伟从火车上跳了下去 然而美丽还在大壮手里 阿伟只好主动送上门 提出用自己来交换美丽 大壮让手下送美丽上出租车 然后一拥而上抓住了阿伟 大壮上来就先给了阿伟一拳 就当是给阿伟尝试逃跑的惩罚 可紧接着就从声音中听出问题 大壮拆下不条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当才的出租车司机才是真正的阿伟 然而两人还没来得及开心 大壮的手下就发现他们 并将他们拦截下来 美丽让阿伟先跑 自己留下来给阿伟断后 眼看追捕自己的人越来越多 阿伟当众脱掉了衣服 刚刚赶来的大壮率先发现阿伟 他独自一人跟在阿伟身后 阿伟跑到洒水车跟前 清洗掉自己脸上的粉底 然后朝着建筑工地跑去 可却不小心又摔了一跤 身上再次沾满了不少灰尘 两人你追我逃进入了建筑大楼 随后两人一起进入电梯 向着顶楼缓缓上升 此时大壮反倒不急着出手 他觉得阿伟已经是瓮中之鳖 等电梯到了顶楼后 大壮不急不缓地跟阿伟谈条件 并许诺出诸多的好处 可让大壮没想到的是 平常胆小怕死的阿伟却站在顶楼边沿 但实际上是阿伟手里拿着外套 然后表现出一副生无可恋 又情绪很是激动的样子 所有人都以为阿伟死了 就连美丽也不例外 官方封锁了有关阿伟的一切 美丽也被警告要保守秘密 就在美丽为阿伟的死伤短食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她耳中 最终阿伟成了隐形大亨 跟美丽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